我要新增,並且重新命名 這邊的話呢,會需要學一個物件名稱,叫做序詞 序詞指的是工作表 那工作表裡面呢,如果你要新增的話 它有個add的方法 add什麼呢? 後面呢,你可以跟他講說 add到before還是after before指的是哪一個工作表的後面 比如說我要在哪一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的後面 所以第一個工作表的後面就是shits1的後面 就是after 如果前面的話叫before 這個你可以打after或before 一般是放在後面 冒號等於指的是哪一個工作表 ok,shits刮虎 那shits.com是 你目前工作表有幾個? 啊,目前一個嘛 所以剛好就放在第一個的後面 如果有第二個,就放在第二個後面 反正就放在最後 這一句話的意思是放在最後面的意思 新增工作表到最後面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新增的這個工作 的那個 那個工作表 就去點看 就最後那個 就新增的那個工作表的名字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 欸,特別是名稱在哪裡? 名稱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然後我外面包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 第二列在這裡 第二列有沒有 到我們 這個是二嘛 到四 有沒有 所以一般二般三般 那我就for i 等於二到四 然後呢 抓那個名稱的話呢 特別是這個 我這邊就抓什麼? 抓 sales的i列 第二列有沒有 的l欄 就抓一般 所以把名稱叫一般 所以這個名稱給他 但是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有個重點 哪個重點? 前面加一個什麼? 序值1點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說 如果沒加這個的話 程式一定會發生錯 為什麼錯誤呢? 因為呢 如果 你按下add的話 等於是按下這個 add就是按下它 那這裡面的l欄 裡面有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啊 所以如果沒有東西的話 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 比較容易發生錯誤 或是忘了加這個 如果你忘了加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跑一下給我看 它就一定會掛掉 掛的話 一定會 在哪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呢 新增之後 這裡就錯了 所以記得喔 一定要再跟他講說 我的那個清單 並不是在目前的這個工作表 而是在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第一個工作表 怎麼敘述呢? 就叫shits 瓜糊 有沒有 第一個 或者是你上面 假設有名稱 你也可以用什麼? 雙引號 假設我那個叫VBA 你也可以打這樣VBA 這樣也可以 the the的話就點一下就可以 shits vba裡面的那個工作表 ok 如果你要第幾個 你也可以改成1就好了 ok 就在那個裡面 這樣才ok 所以這樣執行的話 新增工作表到最後 把最後的這個工作表 名稱變成1班 然後換下一個 變2班 變3班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幫我怎麼樣 再移回到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新增的 然後重新命名 1班 對不對? 然後換下一個 2班 重新命名 變2班 換下一個 重新命名 變3班 但是最後他郵標 會放在第3班 所以我比較貼心點說 再移回去 叫shits1.slate 意思是什麼? 幫我移到第一個工作表 ok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這個是有關那個 什麼? 你剛剛那邊 那邊那個上面是 你剛剛那邊